今天我们又开始讲日语了 我是小姨 今天我们要讲的讲明是 哈 hi hu he ho ma mi mu me mo 上回你们问我说这个像拼音一样的东西这个要怎么看 那首先呢 像我们的汉语拼音里边 它会有很多的韵母 就是写在后边的这个 还有很多的生母 那么在日语里呢 我们不叫它拼音而叫罗马字 它也会有像生母和韵母一样的东西 首先它后面这个 像韵母一样的 那汉语拼音里面会有很多 a o o o y u u y u 会有很多 但是日语里面它很方便 它只有五个 a y u e o 它只有五个韵母 然后它的生母呢 就有很多 那么首先这五个里面 它有共同的一个生母 就是这个 喝 然后喝加上啊呢就是哈 然后你要注意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这个 呼 呼 呼 看起来它好像写的像是呼 有些书上写的是呼 有的书上写的是 这个呼 其实这两种写法呢都不算错 都算是对的 但是你要记得 你们要记得它的念法不是呼 而是呼 哈 呼 呼 嘿 呼 好的 这个就是以喝打头的五个假名 那么底下也是它的韵母是a y u e o 然后它的生母呢 就是这个 mo ma mi mu me mo 那么这五个里面没有特殊的 那么这回所说的特殊的发音呢 只有这个 孵了 你们要记住啊 然后小姨的这个孵的手写体 可能会跟APP或者书本里面的那个 那个打印出来的那个 书面体好像不太一样 那么你像我这样写也可以 你们要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呢 就以APP的书书写体为准也可以 好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看看啊 好 首先是哈 哈 哈 H H 这个H 寫起来稍微有点难 注意要练习一下 嗯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要写的尖尖的 底下要写的圆圆的 哈H 下一个是呼 呼上面一点 然后这样下来 左右各一点 这个左边的点稍微短了一点 呼 嘿 嘿呢 这个地方也要写的尖尖的 呼 呼 呼 它其实就是 比这个哈 上面多了一横 那么我们再写妈咪母买猫 妈 上回你们说过 这个小姨写的这个有点不太对 就是妈的上面这一横 应该稍微长一点 底下一横应该短一点 好这个你们自己也注意一下 然后是咪 母 稍微难一点啊 一横一竖 拐过来一个小圈 然后直直的下去 弯一点 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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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还跟我念一下 哈 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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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是夫 好的 今天我们的讲明就讲完了 下来要讲的是 我们今天要记的一些单词 这一回讲的就是数字 一到十的数字 那么日语里边呢 它也是可以写的跟中文一样的汉字 写大写的 一二三四 这个跟中文也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在这里呢 小姨写成了这个阿拉伯数字 那么这两种数字是无所谓的 写哪一种都OK的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些数字的读音 一呢 你们讲明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我就全部用讲明写出来 如果有哪个讲明不认识呢 你们可以在课本上或者在APP上 自己查一下好了 好 现在开始 一 一是一期 一 二 二 二 三 三就是三哦 三 三 会稍微有一点不同 那么四呢 四是有两个读音的 一个是可以念用 还有一个是念西 那么什么时候念用 什么时候念西呢 那我们单独念数字的时候 哪个都是可以的 你念用也可以 念西也可以 但是它有时候放在一些特殊的量词里边 好 比如说呢 四月份我们会说西嘎字 而不会说永嘎字 这是固定搭配的 必须是不变的 但是现在你们记住 用和西两个都是ok的 用 西 好 你们说一二三四说 一二三四也可以 说一二三用也是没有错的 ok 下一个 五呢 五呢 go go 六是 六 六 七也是一样 七它也是有读一个 两个读音 你们就先暂时记着 它们两个读音都是ok的 都是对的 就行了 那么第一个读音是 nana nana 还有一个是 sichi sichi 好 八 的读音是 hachi hachi 好 下来九呢 它也是有两个读音 一个是q q 一个是ku ku 就是单读一个 kaki kukia kou的ku 就是九了 一个是q 另一个读音是ku 好 最后一个 是十 ju ju 好的 那么一到十 我一口气给你念下来 然后读的时候 只读括号外的这个读音 不读括号里的这个读音 你们听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你们跟我读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那我们下一边呢 是读这个括号里边的读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 好 加油学习日语吧 再见 拜拜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io Kimos Culture